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伯吉天卷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有声小说《石宗罪》 作者蜘蛛 演播 骆驼 第二百三十四集 蝶武是一名艾滋病人 蝶武是一名牧残者 蝶武被人杀死 凶手把一个瓶子塞入他的下阴 又用麻线缝合了阴部 蝶武的身份变得扑朔迷离 特案组分析 无论是学校的教育 家庭的教育 还是蝶武信奉的佛教的清规戒律 都是让他听话 让他向善 这可能使他从小就产生了极强的逆反心理 但是一直在压抑着 石头下的小草畸形地生长 直到性意识过早的到来 以此为缺口 一发而不可收拾 性欲就像泄渣的洪水将它吞噬 警方通过多方调查 统计出了一份性爱名单 上边有53个男人与蝶武发生过性关系 宋政委先是在外围对名单上的人 进行了逐一摸牌 掌握背景信息 梁教授要求从中重点寻找艾滋病者 然后突击审讯进行正面接触 宋政委开具了53张传唤证 其中7人在外地 4人拒绝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 警方不得不采取强制拘传措施 根据询问笔录 警方掌握到了更多信息 这53个人来自各行各业 几乎全部都是蝶武主动现身 有的人否认和蝶武发生过性关系 有的人已经想不起蝶武是谁了 警方进到了告知义武 他们听说蝶武是一名艾滋病人 深感震惊 大多数人第二天就去体检 担心自己也感染艾滋病 50多个犯罪嫌疑人中 没有发现凶手 也没有发现艾滋病患者 询问工作接近尾声 只剩下了最后一个人 案情的最后曙光 就寄托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 此人是一个独臂少年 只有17岁 他在父母的陪同之下 来到了西航分局 接受询问 独臂少年紧张地问 你们不会打我吧 梁教授说道 孩子啊 你不要怕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画龙说道 我们紧张名声有那么坏吗 你啊 只要老实地回答 就没人打你 苏梅说道 我们就是聊天 你认识照片上的这个人吗 苏梅拿出蝶武的照片 独臂少年点点头 他叫蝶武 我和他是在训练基地认识的 前堂市有一个残奥会的备战训练基地 一些残疾人运动员在此进行集训 有游泳 举重 击剑 乒乓球 轮椅篮球 盲人柔道等项目 他们在此进行强化训练 争取进入国家队参加残奥会 蝶武患上艾滋病以后 就辞去了工作 在残疾人训练中心 做了一名志愿者 蝶武性爱名单上的残疾人 都是在这里相识的 其中就有这名独臂少年 包展说道 我们需要知道你和他交往的过程 每一个细节 每一句对话 你都得好好想一想 苏梅说道 你和他住过旅店 你别不好意思 全部都说出来 越详细越好 独臂少年说道 那 那是半年前了 天还有点冷 嗯 是一个周末 嗯 那是我的 第一次 独臂少年因为一场意外事故 失去了左臂 他心灰意冷 索性退学 他从小爱打乒乓球 父母就把他送到残疾人训练基地 希望他能够振作起来 争取一个好名次进入国家队 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他感觉非常好 不用学习 每天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参加残奥会 当时 蝶武是一名志愿者 主要负责田径 游泳等项目的助残服务 蝶武问一个青年盲人 你参加的是什么项目 是盲人柔道吗 盲人回答说 是跑步 蝶武说 那这可太神奇了 你看不见 却想跑路 我希望你能够获得冠军 盲人说 我从小就看不见东西 走路都困难 我也很想跑一次 这名盲人 也在蝶武的名单里 他曾对警方说 蝶武是他这辈子 认识的最美的女孩 在残奥会中 盲人可以参加赛跑 由志愿者或者教练 担当引导员 通过手腕上的肌带 引导盲人运动员 在跑道上参加比赛 在训练之中 志愿者分担了教练员 更多的工作 蝶武患上了不治之症 他白天陪着残疾人训练 晚上陪着他们睡觉 独闭少年 讲述了他与蝶武的 一夜激情 我打乒乓球 他为我捡球 加油助威 就这么认识了 他很好 从他的眼神之中 可以看出来 没有歧视 也没有那种异样的感觉 他比我大 我和他的交往 没有任何目的 我总是找不到话题 口才不好 他说我太单纯 太天真了 认识的当晚 他带我去外边吃饭 我们去吃烧烤 他说要喝点酒 我就陪他喝 因为我觉得 我不喝酒是一件很丢脸的事 包展问道 你们那天喝了多少 苏梅补充道 还有 你们那天穿的什么衣服 我穿的是羽绒服 他穿的是一件 戴帽子的外套 下身是黑丝袜 我不知道具体叫什么 反正就像丝袜一样 冬天穿的 里边是棉的 把腿勒得挺紧 曲线玲 看上去腿很直很长 有一种想摸的冲动 其实 我隐隐约约的觉得 他和我喝酒 是对我有意思 但是我不敢想 我们喝了四瓶啤酒 冷得牙齿打蘸 他还想继续喝 我打算说 说别喝了 画龙问道 离开烧烤摊 你们去了哪 我当时 特别无奈 他说找个旅店主 附近就有一家 他登记的 我先去买了一瓶卖动 我本来想借口 买东西悄悄离开的 可是他出来找我 把我带到了房间里 我说 我得回训练机地宿舍 要不教练就得疯了 我真的当时特别矛盾 觉得和一个女孩 住了一天不好 屋里边有暖气 很热 他就把外套给脱了 只穿着保暖内衣 这可是 我第一次看到 女孩的身体 尽管还是穿着内衣 可是内衣是紧身的 在我眼里 就和没穿一样 包展问道 那后来呢 后来 他装喝醉 我看得出来 他还和我撒娇 说去厕所 让我陪他去 他故意躺床上 一副站不起来的样子 让我架着 他的胳膊去厕所 他说你扶着我 我得尿尿 我把他扶到 卫生间门口 那时候还在做 思想斗争呢 他就搂着我的脖子 让我脱他的裤子 我当时 降不过他 就脱了 他穿的 冬天的丝袜 白白白的屁股 刺激我的眼睛 我当时就 就彻底震惊了 这样的场面 让我有点 面红耳赤 不知道该怎么做 苏梅继续说道 你说呀 别停 越详细越好 啊 我 我说 我走了 然后他就哭了 他说你过来 我说姐姐干什么呀 他就用 两条腿 猛地 夹住我的脖子 我大喊了一声 画龙好奇地问道 喊的什么呀 那个 有味儿 我当时 就这么喊的 你们没洗澡啊 接着说 哦 我脸通红 使劲挣扎 我那个时候 有点生气了 气呼呼地 大喘气 想走 可是他坐起来 一把抱住了我 在我脸上 还一顿乱亲 我都愣了 他就亲我的舌头 舌头的舌头 伸进来了 我就跟 木头似的 不知道该不该 推开他 或者闭上眼睛 他一边亲我 一边 脱我衣服 画龙笑了 你这小孩啊 完全没有自制力啊 哎 你当时 用安全套了吗 啊 一晚上用了六个 我也不知道 他从哪弄来的 可能是提前 买好的吧 那天晚上 特别色情 我第一次 知道怎么回事 我感觉自己长大了 完事以后 他问我是不是第一次 我说不是 但其实我是 梁教授 梁教授继续问道 那他有没有和你 谈论到别人呢 嗯 那天晚上 我们 几乎没睡觉 折腾了一宿 哦 我想起来了 当时 他问我 你 你最想和谁做爱 我就 油油油油油的 说了一个台湾 女星的名字 然后他问我 你知道 我最想和谁吗 我说了好几个明星的名字 其中有什么 东方神起啊 周杰伦啊 罗志祥啊 林又嘉什么的 都被他否定了 然后爹巫姐姐说 他想和石磊睡觉 他是一个 猪儒 独臂少年有一个同学 叫石磊 所以 他对这个名字印象深刻 警方通过户籍管理部门 查到该是名叫石磊的 有数十人 经过排查 警方最终找到了这个叫石磊的猪儒 多年前 石磊和蝶舞是邻居 他们一起上学 一起放学 石磊患有骨骼系统疾病 身材矮小 虽然年过二十 但是看起来 还像个小孩似的 搬家以后 两人再无联系 蝶舞是他的初恋 那个时候 他们二人都只有十岁 当警方告诉他蝶舞 不幸遇害的消息的时候 这个小孩 这个已经是二十四岁 却拥有着孩童般身体 永远长不大的人 哭了起来 他哭得是那么伤心 那么难过 肆无忌惮 毫不在意别人的目光 包展试探着问道 你能否抱得动一个大人 石磊回答道 我抱过他 十多年见的事了 那你最近见过他吗 前段时间见过他一次 在公交车上 我只是隔着车窗 看见了他 没和他说话 然后呢 擦肩而过 有声小说《石宗罪》 由喜马拉雅和伯极天卷 联合出品 作者之珠 演播骆驼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听有声 选骆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